里面呢还有这一些我们会用到的 包含就是三角函数指数对数 那大概有这一些比如绝对值 然后呢这个 Acos Asin那等等的这些这几个我想这用的比较少 那比较常用我刚刚讲过这个 Cell这个 它是传回应该是最最最大的 就这个等于是你可以把它当无条件射去小 无条件净位 然后ESP自然数的 数的指数 这个也用的比较少一些 那Flower 就是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无条件射去小数点 那自然对 所以用的比较少一点 Power是用的比较多 就是说几次方 比如说你要 求哪一个数的几次方 那两个参数 然后这个也用到 接近 然后SIM 这个是 求那个什么 平方根 这也用的比较少一些 那我们大概可以 sample的话 可以稍微run一下 类似刚刚的这个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 我把这几个范例run给各位看 第1个就是 常数部分的话 有1 自然数 那run出来的话 自然数 另外一个π 你要算圆周率 你给 max点π 这个常数也会 也会显示 OK 然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为它是一个 常数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1和π 后面都没有刮乎 你这点1 点π 那里面的话 等于是 把常数秀出来 再来的话 绝对以词 这个我想前面 练习过 所以只是说我把它改为负数的 那如果是负数的话 比如说是 -19.536好了 那你会发现 无条件 这个如果是负值的话 那就刚好是反方向 有没有 sail的话 原来是 无条件 正值的话 正值的话 会是 比如说正19 19点多的话 会变成 应该是 阶级 所以这边的话 方向会颠倒 会是-19 那flow就是 -20 Ring的话 Ring的话 就是早接近的 它会接近 接近的部分的话 它会是 接近的是 -20 其他的话 常用的 像 paw这部分 这个也 比较常用是 几次方 比如说x的 x的几次方的话 就paw 然后呢 是 13.536的 什么呢 3.57次方 那其实这个 这种有点类似像 这个如果写出来的话 就有点像这个x y在这里 x y次方的意思 这个蛮常用到的 然后 求平方跟 另外我想 三角函数用的机会比较少 除非说你是要 计算那个 位置的部分 那这个可能 牵涉到很多演算法 这也不是我的专场 不过好像有些同学会去 玩那个什么 就是之前有同学是用什么 那个 因为手机 会有一个sensor 那个sensor的话 会有抛物线 他会 他们是好像用一个什么 抛物线 就是你手甩出去的 甩出去动作 他要计算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牵涉到什么 力道的大小 还有方向 还有什么 就是可以玩 甚至是不是可以玩游戏 如果你这样甩出去之后 另外这手机 是不是可以把讯息传递过去 然后另外这手机还可以接收到 其实这个可以玩很多东西 甩动 因为手机本身都有sensor sensor其实都会有些数据出来 你接收到这个数据 你可以 就有三角函数据计算 然后呢 演算出来 力道的大小 是不是可以拿来打棒球 我不知道以后会有演算 就是你可以 这样甩动 他可以侦测你的 他有sensor 比如说你的水平仪 你的陀螺仪 等等的 他有个数据 然后甩出去 如果方向正确 对方 是不是可以拿来接球 这个 我觉得是 因为像we 类似有这种感测的东西 只是说程式要怎么写 其实就是要牵涉到三角函数 但如果你可以写得出来 不得了 其实这些简单的动作 或者你要丢一个文件给人家 对不对 很酷的一件事就是 我甩给你 你可以马上接收到那个 我的文件的话 那这个动作其实 就还好 所以这里的话可能会牵涉到 如果你是 那个电丸里面的那个动作的部分 会牵涉到三角函数部分 其他的话我想 各位稍微 看一下讲义里面 有一些 除了这些之外 你们还可以再参考一下 在Mass里面的这些 没有讲到的这些方法 都有可能用到 但是很多 其实很少用到 像这什么 IEEE 这东西是可以用来做什么 如果有兴趣的话 稍微看一下 其他诸如此类的 OK 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是Mass 类别方法的应用 啊 是Mass Cur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